看着党土墙上已经彩绘完成的 台湾蓝雀 油铜花 煤矿矿坑 玉煤铁道桥遗迹和竹笋 萤火虫 老鹰 鼻桶树等美丽图案 来有类工作的民众非常肯定 有那个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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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说有这个 我们本来是青苔 对 像说我们这个 地平的地方 地平的鄉民 看起来好像有一个 个数 对 一个香土味 香土味 副议长杨秀玉向市政府 争取经费 利用这一片长达 30公尺左右的党土墙 重新设计彩绘 象征有二里历史的煤矿 以及台湾蓝雀和油铜花 等生态图案意象 美化老旧的党土墙 也行销有二里 杨秀玉希望可以持续 争取有一里长 消雪的支持 将彩绘延伸到 有一里内的党土墙 打造彩绘一条街的景象 因为我有发现到 因为这个入口处 前面一点 那边就是有一里了 那这个有一里 其实我可以跟这个 来跟里长讨论看看 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 如果这里把它打造成 一个彩绘街的话 那因为现在人 就是一个趋势嘛 现在人手一击嘛 那现在人都很喜欢拍照 那欣赏自己的一个 生活的一个动态 那我觉得 如果把它打造成 一个彩绘街 那它是一个 可以打卡的一个景点 我相信能够带动 整个七堵的一个 整个狼带 包括我们这个七堵的一些周边 包括可能都会有商机 因为只要有人潮 就会有前潮 那当然你要把地方的一个人文 注入进来 就一个我刚提到说 怀旧社区 因为这是故事带不走的 它也无法模仿的 因为你要让外县市也好 或是世界各地的人 想要来探索我们这个 我们的这个城市 它的故事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地方政府 必须要去做的 带不走的 无法模仿的 尤其是地方人文 怀旧风 怀旧社区 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是可以成为 我们未来基隆的一个趋势 属于七堵区 所谓山区无礼之一的 有二礼 有着采矿的人文历史遗迹 和丰富历史的大自然生态 副议长杨秀玉希望美化这块 刚好位在有一礼 和有二礼两礼交界处 属于有二礼的挡土墙 成为打卡景点 也让当地老一辈民众 可以怀念过往 年轻人更了解自己家乡 有过以及现有丰富的历史 和大自然生态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